嗨,我是娃娃,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不吃东西好了 怎么可能不吃东西? 大家这么喜欢吃东西 像我自己现在在进行的就是16-8 什么叫做16-8呢? 它其实就是fasting 它你一天有24小时,然后你吃东西就只可以吃8个小时 然后剩下的16个小时就是完全不能吃东西 当然你可以喝一些水是没有问题的 或是无糖的茶,咖啡是OK的 那你就是进食的时候就是在 我是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在8个小时里面吃 我觉得因为我做这个16-8的时间已经有一阵子了 但是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说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觉得吃东西实在是太快乐了 就是不能不吃东西 但是呢,我今天就是要来说 其实我觉得饿肚子是好的 对,就是有一个那个诺贝尔的得主 他发现饿肚子的人会比较健康 为什么饿肚子会比较健康呢? 就是我们其实那个 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它可以 会有一些修复的机制 你自己想一下 你看有很多的动物它们都会冬眠 它们其实很长的时间是不吃东西的 然后但它们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呢,那些 如果我们常常就是 就是你不要吃太饱 这个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讨论说 好好,我们就吃七分饱就好了 不要吃太饱 对,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我觉得适时的饿肚子 就是不吃东西 其实它可以让你的细胞的寿命更长 然后让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可能吃错东西 吃太多东西就是会发炎 所以你不吃就是饿肚子的时候 你的那个身体的发炎 也会减少 所以这个间歇性 间歇性的进食 间歇性的断食 它可以帮你体内自我清洁 所以自我清洁 也就可以加速新生代谢 所以也就是说可以减肥 所以呢,大家就会讲 哎哟,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都瘦不下来 推荐大家 我真的觉得16、8 间歇性的这个断食 它不太难 我反而觉得对我来讲 是很容易可以做到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 早上10点开始吃东西 然后吃到6点 然后在这中间 我也是有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吃淀粉嘛 因为我之前减肥的时候 就不太吃淀粉 所以我在这个 8小时里面 我就是有 也是有吃淀粉 所以其实是 OK的 这个间歇性的断食 其实我觉得不难做到 所以我也可以推荐你 如果你想要 就是很单纯的减肥 然后找不到方法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16、8 那其实我之前 还有听过一个 我刚刚 我们刚刚是讲 四食的饿肚子嘛 我跟你讲 这个超酷的 在俄罗斯 也不只是俄罗斯 很多地方 这世界上面有一群人 他们叫做食光者 什么叫食光者 食就是食物的食 然后光就是 光线的光 食光者 这些人呢 他们是完全不吃东西的 有一个人 他67岁 等一下 这篇文 你知道是2019年 还是2017年 好 反正他就是已经 有一个年纪 已经67 已经快要70岁了 他 四年半 没有吃过任何的东西 而且 他没有喝水 很奇怪 对不对 他一开始只是 不吃肉哦 然后后来他连蔬菜啊 水果也都不吃了 然后后来就是有科学家 就去做他 就是帮他身体 做健康检查 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就是 跟20岁的年轻人都差不多 他非常的健康 除了 因为他都不吃东西 也没有喝水嘛 所以他的胃 有一点点萎缩 然后其他都系统啊 什么都非常很正常的运作 而且他是一个 精力充沛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 他的精神很好 然后也是很有力气的 but 在这个之前 他在还 就是还在吃东西之前 他是有身体 有很多的慢性病 所以他在绝食之后 他所有的病都 很神奇的 就好了 但是呢 他一开始 不吃东西的时候 也是很困难 因为他身体会抽筋 然后很累 很累 非常疲倦 筋疲 力尽啊 口干啊 而且就是可能有一度 他可能觉得 我快要不行了 我 我真的 奄奄一息 就是这样 但是 他在不吃东西 的一个半月之后 他整个人就彻底的 发生了变化 很特别 对不对 刚我讲俄罗斯的 一个太太嘛 然后也有印度的 瑜伽的人 我跟你讲 刚刚那个四年半 不吃 这个印度练瑜伽的人 他62年 What 他62年 不吃不喝哦 然后所以 就是有人去 帮他做检查 就是把他 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装监视器 他的身体 其实还是会有尿意的 但是 马上 马上会被身体吸收 因为他的身体需要 他不喝水嘛 不吃不喝 但他身上的那个 尿影 就会直接被他的身体 吸进去 然后他的 在他的那个 嘴巴 那个上额的地方 就是自己出现了 一个小孔 他就说 那个叫做天堂之水 他那个小 上额的那个小孔 就是滴 滴水 好 刚刚有 有俄罗斯 然后有印度 然后还有一个 莫斯科的人 这种人叫做自养人 因为这地球上 就是分两种人 一个叫自养 然后一个叫异养 植物就有点像自养 对 然后异养就是像我们 就是一定要吃东西 一定要消化 对 然后这些自养人 他们其实都会定期的聚会 有一个妇人 她不吃不喝 可是她却有足够的乳汁 她还是可以 呃 喂婴儿 就是有足够的奶水 是可以让baby喝的 是不是很特别 但是我觉得 嗯 就是我今天就是分享这个 其实我觉得 适时的饿肚子 OK 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光 真的太有趣了 所以我就 就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叫什么 有时光者啊 然后还有 他们会变成是 吸收能量 他们觉得我只要晒太阳 我就活得下去 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真的是地球上面 有一群这样子的人 万一万一 嗯 可能有一天 大自然 我们可能发生战争或是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都 每天都要吃东西嘛 但是可能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其实 不用吃东西 就可以活下来 很特别吧 好 但我还是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不要 吃太饱 我觉得适时的饿肚子 会让身体变得更好 自我清洁 好 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了健康的身体 我们可以 才可以好好地继续享受生活 晚安喽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